海军最新发布的宣传片中出现了两艘075型两栖攻击舰 及广西舰与海南舰同框入境的画面 可谓是视觉冲击感强烈 非常震撼 一起来看具体情况如何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这几天海军发布了广西舰的官方宣传片 其中广西舰搭载直20直升机和同级舰海南舰同框的画面 吸引了虎哥的关注 广西舰和海南舰都是075型两栖攻击舰 当前中国一共建造了三艘 其中海南31 广西32已经正式官宣服役 第三艘33据称是叫做安徽舰 外媒称这艘舰艇将于今年加入海军 075两栖攻击舰是专门为了解放军 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岛礁战和登陆战 而研发的一款大型主力舰艇 相比071型船屋登陆舰 075的体系更大 运载能力更强 而且5倍能力更上一个台阶 可以搭载各种类型的直升机 对抗敌方的水面舰艇 地面部队和潜艇 还可以携带登陆艇进行登陆作战 在舰队中也可被当作旗舰 从此次官方发布的宣传片 可以看到许多有意思的东西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虽然广西舰才刚刚服役没几天 但各种训练正在有条不紊的训练当中 包括直升机起降作业 损管模拟处置事故 舰上武器射击 气垫登陆艇和05式两栖战车的部署 也已经准备完毕 同时广西舰也进行了 释放气垫登陆艇核练的任务 可以看出海军官兵对于训练非常认真 这也说明海军方面对于广西号两栖攻击舰 能够尽快形成战斗力的需求 是较为急迫的 而且在官方宣传片中 还可以看见广西号和海南舰同框的航行的镜头 这倒是第一次 两艘合计满排8万吨的巨舰 在海上并肩前行的画面 看上去非常震撼 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海军 不过广西舰的服役地点在东部战区海军 而不是在北部战区或者南部战区海军 至于海南舰则在南部战区海军服役 实际上这也是十分合理的 如果不是广西舰陆列东部战区海军 那就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因为现在三大战区海军 也就是东部战区海军 没有自己的航空母舰 当然这是海军整体的考量 毕竟东部战区主要负责对台作战一线 虽然用不上航母 但是两栖攻击舰是必要的 对于东部战区海军的需求正好契合 现在广西号两栖攻击舰 也是东部战区海军的旗舰 虎哥认为可能是因为东部战区海军 正在为广西舰整理新家 毕竟这种4万吨的巨无霸 第一次由东部战区海军接收 因此广西海南两舰同矿 很可能是因为广西舰正在 南部战区海军港口训练 此举方便和海南舰协同训练 海南舰可以派出有经验的舰员 以老代新的方式协助广西舰 快速形成战斗力 而且南部战区的海军港口 具有更好的维护条件 毕竟他们早在之前 在海南舰服役之前 对港口进行了修正作业 待东部战区新家修缮完毕后 广西舰便可以随时入驻 而官方宣传片更让人亮眼的 就属画面中广西舰甲板上停放的 直20直升机 不过放大图片仔细观察可知 这个直20细节太过粗糙 一看就是个全尺寸模型 不过海军这样做是一有所指 就是在放一个小彩蛋 实际上距离直20直升机 上舰075两栖攻击舰也快了 因为此前海军的直20直升机 已经正式登上了055大区 官方也宣告了直20海军版 正式入列的消息 因此直20直升机上舰075两栖攻击舰 完全是迟早的事情 直20可以说是075两栖攻击舰最重要的装备 毕竟这型10吨的通用直升机 要比直9直8性能更加齐全 承担的任务也是不少 如对地攻击任务 反潜任务 巡逻任务 运输任务 搜救任务等 虎哥认为 此前外界盛传的卡52直升机出口中国 列装075两栖攻击舰的消息没有得到证实 无法实锤 因此未来承担攻击任务的也只能是直20直升机 海军陆战队的空中突击营的直20F配备两个挂架 用于携带8枚AKD-10反坦克导弹或其他武器 完全可以胜任摊头作战的任务 因此随着后续直20系列直升机的上舰 075的舰载直升机队伍才能彻底构建完成 从而彻底形成完整的战力